你剛才說它有改善六分之一 對 它有改善六分 所以這本來應該從六分之六 你知道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ana 今天要幫大家來開上一台 Silka跟Beauty聯名的咖啡機 我們可以從外上看到 已經跟以往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藍白色線條的 以前的好像都是照片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配件有些什麼 它配件其實很簡單 就只有一個咖啡的壺 跟一個咬咖啡豆的勺子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 就是側面的這個壺的刻度呢 跟集成本上面的刻度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幾杯的咖啡 就是裝幾杯水到這個水箱裡面 這樣子這麼無聊設計 這一台呢 它是最新款 然後也是最新色 就只有這一台有就是完美白這個顏色 那我們來比較看一下 它跟以前的舊款有什麼樣的差異 就是從它的上概來看呢 就是它有一個增加一個彈簧 就可以防止咖啡紮的就是 就是液出來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是它的刀片 它的刀片做了就是更服貼的設計 就是可以完整的把那個咖啡豆 切割完就是磨成粉這樣子 然後以上就是改良了這幾個地方 要分貝了 對耶 還有分貝 它的分貝好像減少了大概 6分貝吧 哇 6分貝是怎麼樣的分貝 大概就是你們抓癢的那個感覺 它們操作它的部份 我可能需要咖啡豆 兩款 OK 就兩種可以用 看一下喔 它這個是伊索比亞的咖啡豆 然後這是巴西的 我們選這個好了 為什麼我選巴西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比較多 一杯咖啡你就用一匙的咖啡豆 然後我們今天裝的水是兩杯 所以你就咬兩匙 好 OK 然後它這個有點防 防呆就如果你沒有扣好的話 它其實是不會運作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裝水 兩杯的咧 然後把這個壺 再放回來這裡 然後怎麼樣的咖啡豆 對兩杯 然後你只要按一個按鍵 它就會開始 所以只要這樣子用一鍵就可以完成了 對它就是一個按鍵 然後可以研磨 燜蒸 然後跟律服這樣 所以現在的生意是什麼 它現在的生意是它在 一研磨的過程 你剛才說它有改善六分鐘 對它有改善六分費 所以本來應該是 6分6分費 太棒了 它只要按一個按鍵 然後它就是兩杯的時間 大概是五分鐘這樣子 然後這段時間你就可以去 做一點 比如說早餐啊 煎個蛋 或者陪根 所以它洗臉什麼都OK 所以你五分鐘可以做那麼多事情 五分鐘煎個蛋可以吧 所以蛋自己煎的嗎 蛋呢 你要圍堅也可以啊 所以早餐都是自己做 對 早餐都是自己做 有小孩其實很難 很難就是 出一趟的其實不是很容易 所以你剛才說 那個只要一鍵就可以完成什麼 它只要一鍵就可以完成它所有的步驟 就包含研磨 悶蒸跟綠滴這樣子 現在噗噗噗在幹嘛 它現在噗噗噗的聲音就是它帶綠滴 有沒有它在悶蒸過程 所以是悶蒸在哪裡 有點那個 在悶蒸 所以你剛才說只要一鍵 對 一鍵什麼概念 一鍵就大概是你開電燈 一鍵電燈 一鍵按一個按鍵開電燈 然後還有什麼 一鍵雙雙雙雙 還有一鍵鍾情 一鍵襯衫 還有一鍵你就好心情 一鍵你就好心情 不用暖身就會開心 很顯然就是我們背後的常見人蠻老牌的 你懂你懂 它現在正在雨 我把它轉邊邊一點 你們看得比較清楚一點點 所以藍燈一直閃就是它在雲座的東西 對藍燈它一直閃的話 那邊它在雲座的東西 當然它想就是完成之後 它會有一聲就是嗶的聲音 然後它的底部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 還有一個保溫的效果 然後它可以保溫30分鐘 喔 所以我去做30分鐘的事情再回來 它還是熱的 對 所以我其實按完之後不一定要顧著它 對 你就是把咖啡豆丟進去 水丟進去 按就按了 你就可以做了 好 那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關於它清潔的部分 它所有的配件呢 你都可以做拆洗的部分 這些你都可以拿去泡水做 就是刷洗這樣子 所以可以多次新使用 對 它這個濾網它的網子 這邊是就是不鏽鋼的部分 所以你就是不需要再買什麼濾紙 所以有效在做就是 減少垃圾料 減少垃圾的部分這樣子 哇 太棒了 世界有救了 對 沒錯 哇 那你等一下要怎麼洗 我等一下都會 怎麼洗 就是像洗刷刷那樣的洗 1 2 3 4 刷刷刷刷刷刷 然後還有 它有一個我覺得蠻棒的 它有自動清洗的功能 你只要在它的這個水箱 加入500ml的水 跟10cc的檸檬酸之後 你把第一個 顆度啊調到就是這個 有一個湯匙 上面有咖啡粉的這個模式 之後按啟動 它就會自動幫你清洗整個機器 但是一定要記得要蓋回來這個喔 這樣子 然後因為怕就是 會影響到下次使用的味道 所以會建議你就用那個檸檬酸之後呢 要再用一次清水 才不會影響到那個風味這樣子 哇 所以那個剛才有咖啡粉的 那是可以放粉嗎 對它這個咖啡粉模式就是你不一定要有咖啡豆才可以使用 就是你家裡有磨好的咖啡粉 也可以直接就是倒進來做就是沖泡的動作這樣子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這台是 CIOCA跟BEAUTY聯名的完美白咖啡機 就是推薦給大家使用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